小朋友们欢迎回来 那上一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七的惩罚口诀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当然要更紧一层楼 学习八的惩罚口诀 好 那咱们还要用学习的惩罚口诀 来解决咱们的应用题 那学习之前 那七的惩罚口诀 我们一起来一遍吧 一七得七 二七呢 十四 三七二十一 四七呢 二十八 五七三十五 六七四十二 七七四十九 好 当你特别熟练的时候 你也能够像周周老师这样 不看这个屏幕 那咱们就能够说出来 来看一下 哇 这什么 好整齐的队伍 他们乐队可能要进行表演了 来我们来看一看 每一排 都有八排 都有八排 每一排都有八人 一共有八排 那一排是八人 那现在周周老师要问 两排是多少人呢 两排就是 八加八等于多少 十六 好 那两排是十六人 那你用乘法的时候 怎样表示啊 哎 加数相同 加了两次 可以用八乘二 或者是二乘八 哎 那两排是十六人 那三排呢 三排在两排的基础上 又加了一排 那十六加八 八加六等于十四 嗯 近伪的一写这儿 好 那在一加一呢 等于二 那三八就是二十四 那四八呢 哦 四八是在三八的基础上 又加了 四加八等于十二 嗯 近伪的一写出来 那二加一呢 等于三 四八 三十二 五八呢 哎 五八 五八也就是 嗯 咱们前面算的四八是三十二 三十二再加八 四十 哦 那六八呢 六八 哦 五八算的等于四十 四十 再加八 等于多少呀 四十八 也就是六八 四十八 七八呢 七八是在六八的基础上 哦 又要加八 那小朋友可能算到这后边的时候 他就有点不情愿 往下算了 其实特别简单 都是用咱们的 哎 两微数加一微数 哦 八加八等于十六 八加八等于十六是怎样来的呀 哎 因为八和二能够凑成十 八八呢 哇 好庞大的数字 不过一看 咱们已经算了最后一个了 那再用五十六再加八咯 好 五十六加八 坚持就是胜利 对吗 来 五十六加八 六加八等于十四 嗯 五加一呢 等于六 那结果就是 哎 六十四 八八六十四 我代表的是八个八都加一块 等于六十四 这个呢 是我们通过加法计算来算出我们的 哎 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乘法 那你能够 哎 将乘法口诀说出来吗 哎 一八 得八 那 二十八呢 十六 三八 二十四 那反过来呢 八乘三 也是二十四 啊 继续 那四乘八呢 三十二 反过来 八乘四 也是三十二 那下边呢 哦 五八 四十 嗯 反过来 八乘五 也是四十 六八 四十八 七八呢 五十六 好 那八八呢 六十四 好 那现在再举一反三 好 那你看到 三八二十四的时候 你就出来想到 哎 三乘八等于二十四 还有呢 八乘三 也等于二十四 那小朋友们相互之间 可以这样考考自己的同桌 哎 我给你说了一个 哎 六八四十八 你给我说 说两个乘法算式 那还可以这样考验小朋友们 咱们背的不是 小数在前 大数在后吗 那你可以这样考验你的同桌 哎 那八乘四等于多少呀 那个小朋友想一想 八乘四 反过来呢 是四乘八 哦 四八 三十二 好 可以 那咱们在学习惩罚口诀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取一反三 那咱们看一下 根据一句惩罚口诀 写出两个惩罚算式 哎 这就是刚刚周周老师说的 对不对 好 那三八二十四 哦 什么呀 三乘八等于二十四 还有呢 反过来 八乘三 八乘三 也等于二十四 好 那下面呢 六八四十八 哎 这个小朋友们就可以自己给自己练习哈 六八四十八 六乘八等于四十八 还有呢 八乘六也等于四十八 那四八三十二 哦 四乘八等于三十二 那八乘四呢 也是等于三十二的 来看一下咱们的应用体 说买了三个文具盒 一共多少钱 我们找一找 文具盒 哎 在这 他说每个文具盒多少钱啊 标签是八元 那现在我们要买三个文具盒 一共多少钱 每个文具盒都是八元 买三个呢 嗯 也就是三个八 还要进行相加 但是惩罚呢 惩罚怎么算啊 哎 你能不能用 每个文具盒的价钱 哦 是八元 乘上咱们要买的个数 或者你这样说 用买的个数 文具盒个数 乘上咱们每个文具盒多少钱 就是一共花的多少钱 对吗 好 咦 看小朋友说的 要求三个文具盒 一共花多少钱 怎么做的呀 他说 一个文具盒八元 哦 那三个文具盒 就是三个八 跟咱们想的一样 是吧 三个八 要进行相加 哎 这个小朋友说 可以用乘法算是吗 咱们学过乘法 嗯 咱们将 咱们脑子里小的加法 给它升级成乘法 哎 可以怎么样 求三个文具盒的总价钱 可以用一个文具盒的价钱乘上买的个数 那一个文具盒呢 是八元 那买了几个呀 三个 好 也就是 8乘3 或者你用 买的文具盒的个数 三个 乘上 咱们每一个文具盒都是八元钱 三八 走走 哎 二十四 好 哎 那我们应用题要记住单位和作答 来我们学习一下儿个 哎 这什么呀 小螃蟹 好 那一只螃蟹呢 八条腿 两只螃蟹呢 问你两只螃蟹多少条腿 也就是 两个八要进行相加 哎 也就是 用乘法怎么表示 二乘八 或者是 八乘二 那 二十八多少 二十八十六 好 那也就两只螃蟹 十六条腿 三只螃蟹呢 三只螃蟹成法就是 三乘八 哎 小朋友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个螃蟹儿哥呀 哎 它是帮助咱们来记忆 八的口诀的 那三只螃蟹 多少条腿呀 三只螃蟹 多少条腿 就是 三乘八 三八 二十四 那四只螃蟹呢 哎 四八 三十二 五只螃蟹呢 五乘八 五八呢 四十 嗯 六只螃蟹 多少条腿呀 也就是 六乘八 六八 四十八 哇 螃蟹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那接着就是 那接着就是 七只螃蟹了 那 哪只螃蟹八条腿 七长八 七八 五十六 好 七只螃蟹 五十六条腿 八只螃蟹呢 八八 六十四 也就是 八只螃蟹有 六十四条腿 这是咱们的螃蟹儿哥 其实就是 一八得八 二八十六 三八二十四 四八三十二 五八四十 六八四十八 七八呢 五十六 八八六十四 好 来看一下 那题 诶 小朋友们在一块 好像在聚会的是吗 好 坐在桌子边 好 那这个桌子边 坐了多少个小朋友呀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哦 这个桌子边 坐了 诶 八个小朋友 问六张这样的桌子 可以坐多少人 嗯 加法呢 肯定是 六个八要想加 那咱们用乘法呢 诶 也就是 八乘六 或者是 六乘八都行 是吗 好 那八乘六 表示的什么意思呀 每个桌子边 坐八个人 那一共有 六张桌子 好 也就是用 每个桌子边 坐的人数 乘上桌子的数 那 六乘八是什么意思呢 用桌子的个数 乘上咱们 每个桌子边 坐的人数 好 那等于多少呀 诶 八乘六 六乘八 结果是一样的 用口诀 六八 四十八 好 那六张这样的桌子 可以坐 四十八人 咱们来继续看 看图写算式 嗯 看一看 这是什么呀 哦 诶 每个圆圈里有几个小蘑菇呀 哦 四个小蘑菇 每个圆圈里都是四个小蘑菇 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四呀 你数一数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 八个这样的四 嗯 八个这样的四相加 你可以用八乘四 也可以用什么呀 四乘八都行 好 因为每个圆圈里都是四个蘑菇嘛 用八个这样的圆圈相加 好 那用四乘八 或者是八乘四都可以 但是咱们口诀中是怎样背的呀 四八三十二 好 小数在前比较好背 好 那口诀就是四八三十二 省去咱们的诚号和等于号 来看 把下列口诀补充完整 嗯 五八 五八多少 五八四十 那你如果不是很熟练的话 你就可以从一来开始背 啊 一八得八 哎 二八呢 十六 其实你在背的时候就能够自己填一些 好 那三八呢 二十四 啊 你就顺着往下背 你找一找 哦 真的有需要咱们来求的 那你就可以在这写三 好 三八二十四 那继续 四八 三十二 嗯 没有要写的 五八呢 四十 啊 这是一种做题七讲啊 孩子们 如果说你看到有很多需要咱们这样填的空 那你就将口诀从前到后自己顺一遍 就能够把很多都写上了 你没必要一个一个的看着 然后从前往后来想 这样就很耽误时间 那五八四十 我们继续背 六八四十八 找一找 哎 还真的有 六八四十八 七八呢 五十六 嗯 继续 哇 你把口诀背一遍 所有的题目都能够打得出来 八八 六十四 好 那这样咱们的这个题目就完成了 哎 检查一下 嗯 都是对的 你只要口诀熟练 这种问题 小哥们一定能够闯关成功哈 我们看一下课堂练习 说妈妈买了五包糖果 每包糖果八元 一共要多少元 然后妈妈买了五包 每包都是八元 那也就是五颗八相加 嗯 用什么呀 哎 八成五 或者是 五成八 嗯 小哥们 你能够理解每个算式的意思吗 八成五代表的是 哦 糖果的价钱 乘上 哎 买的包数 那五成八呢 也就是反过来 用 哎 买的包数 买了五包嘛 好 乘上糖果的价钱 好 那五八多少呀 五八四十 咱们备过 好 哎 用糖果的包数 乘上每包糖果的价格 好 那 看一下第二道题 妈妈给售货员五十元 应该找回多少元钱 这个题就是减法算式 相信小朋友们都没有什么问题哈 因为他给了售货员五十元 哦 用了四十元 我们就减去四十就行 好 各位各位对齐 十位十位对齐 哦 零减零 嗯 还是零 五减四呢 一 好 那结果就是十元 那咱们一共 哎 花了多少元钱呀 这是应用题是吗 好 那记住作答 一共要四十元 应该找回 好 十元钱 来 咱们来复习一下 咱们学习过的八的成八口语 你快来过一遍吧 嗯 一八 得八 二八 十六 三八 二十四 四八 三十二 嗯 五八呢 四十 六八 四十八 嗯 七八 五十六 八八 六十四 那如果单独考验你一个 比如说 咦 八成五多少 哦 你首先想到的是 八成五有点难哦 那咱们反过来想 五八 嗯 你想 咱们背过口语 五八四十 那所以说 八成五的结果 也是四十 好 那这是咱们追节课所学习的知识 好 那下一节课 咱们继续 好 再见